日前美国墨沙东药厂宣布抗病毒药物 莫奈皮拉维取得良好疗效 将向美国官方申请紧急授权使用之后 过日药厂现在也表示 旗下口服抗病毒药将要展开第三期临床试验 预计在全球将要收案2660名成人受试者 而国内包括台大、亚东、中国副医、台中总 还有高雄长庚这五家医院 都已经在9月1号加入了这项研究计划 未来如果需要采购 渴望加速购买提供国人使用 中国服医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解释 这款药在未来会当成密切接触者的预防性用药 也就是说如果家中有一个人确诊 那么其他同住家人只要服下了这款药物 就可以发挥预防感染的效果 降低医疗还有家庭的负担 新冠疫情下半场不少药厂纷纷研发口服抗病毒药物 惠瑞旗下的口服药也将展开三起临床试验 台湾也有五家医院加入这项研究计划 如果未来需要采购 渴望加速购买提供给国人使用 不是用来治疗这个新冠的感染 主要是用在预防 它跟对抗艾滋病的这个药的话 它合并起来使用 可以针对某些蛋白酶的医治 它有一些帮忙 由于新冠病毒其中一小段 蛋白酶结构与艾滋病毒类似 因此惠瑞所研发的口服药 PF0732-1332 将搭配艾滋病用药利托纳为合并使用 药厂将展开三起临床试验 全球会受案2660名成人受试者 而国内包括台大亚东 中国副医台中荣总 以及高雄长庚共五家医院 都已经在9月1号 加入这项研究计划 如果药物顺利上市 预计将会作为 密切接触者的预防性用药 家里有人感染的时候 那其他没有感染的人 我们怎样来预防 那假如说我们做适当的预防的话 那么这个居家隔离的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免掉 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医疗上的这种负担 而日前美国墨沙东药厂宣布 研发的抗新冠病毒药物 莫奈皮拉维进度更快 已经向美国官方申请 紧急使用授权 而外界也关心 台湾是否能取得这些相关药物 还有待智慧中心说明 绝对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